按照我们纯小传来讲 它是把这个屋顶变成我们现在的头部 然后中间变成一个口就分开了 我是觉得不好 然后李斯所写的小传是有维持旁边的墙壁 我就写李斯所写的小传 小传毕竟开头是秦始王那边 所以他写的这个应该比较接近原始的创意 他不会那么离谱 就是李斯的那个小传的高 高正 因为你要学的是让他头尾的那个头部啊 有一种感觉 然后手 用我们小指头在指将上撑住的时候 也要有一点一边齐一边按的感觉 然后手尽量不要偏风 然后末端要压一下 这刚刚有个凹处 这时候我们来控制这里跟这个线的拉下来 产生平行 再从这里 这样 转角这个地方要有点圆 然后他不是口 所以不能写成一个上面有碰出去的那个嘴巴那个口的样子 他是这个 他帮我加墨 运稀 嗯 加那边 哈哈哈 还要吗 那等一下还要写 这样可以 好 石棚棉 谢谢 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现在第几页的页 他这就是一个人的脸 上面应该是有点像头发 这是他的眼睛 这是左右的眼睫 这应该是眼珠 这样 只是说现在他的蟋呢 变得很厉害 所以不容易辨认 这应该是手 这应该是背部 屁股 然后大腿 膝盖 再加小腿 这应该是这样 啊 那棉 就是一个木 正确的 跟民国的棉 是一样的意思 可是小钻没有 小钻是这个字 一个眼睛 再一个 一个棉 再拉长一点 太阳 不小心变成了太阳 底下变成了六 六 一样 刀展 去 好 没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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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